OK,大家好,我是Ben,來自美國 然後現在我人在中國了 而且最近我在想 我這邊應該就是繼續練習中文 其實我,對,我現在普通話 不是中文口音就是好像是 就是我人在中文是不是有這個口音 但是我在聽這個,怎麼說呢 這個一個podcast就聽起來 但是爸爸真的很喜歡台灣人 很喜歡亞洲的文化 這個人他的口音就非常尊重台灣 所以我覺得我應該就學一點 因為我想學繁體字 所以走 那為什麼我之前不拍這樣的視頻 是因為我覺得可能中文的平台就發佈不了的 首先不能用YouTube 對,所以我需要就把這個logo就藏起來了 對,就是有點麻煩 但是覺得如果只在YouTube上傳就可以了 你是台灣人齁 你在銀行上班齁 你會說廣東話齁 嗯 我是林老師 今天的特別來賓 我妹妹珍秀 哈囉,大家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為什麼台灣人這麼喜歡說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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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可能要真的住在台灣才會發現 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一直聽 或是看台灣劇或台灣電影 你才會真的發現 我們有這個習慣 而且是真的 然後這個在課本上也不會教 所以我真的很建議大家一定要記住這個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個習慣 那記得要開啟字幕功能 然後我也想要謝謝RyuKu 他幫我們加了日文的字幕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你覺得呢 為什麼我們要說 嘿 嘿嘿嘿 嘿嘿 你問我 我真的不知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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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習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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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 那你覺得代表什麼意思 有一點肯定的感覺吧 像 呃 你要去吃飯齁 吃飯齁 你真的要去吃飯齁 吃飯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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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真的要去吃飯齁 齁 很像是 對不對 是不是 一種確認的感覺 嗯 比方說現在 香港現在 十點半齁 對啊 是啊 對 所以我確認 就在自衛家 嗯 你是台灣人齁 嗯 你在銀行上班齁 嗯 你來香港很久了齁 嗯 你會說廣東話齁 嗯 哈哈哈哈 對 就是一直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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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 就是一個確認的感覺 嗯 而且你想想看 你不用一直說是不是對不對 是不是對不對 有的時候有點煩 所以你可以就是說 齁 就可以了 嗯 其實 嘿跟齁真的是差不多啊 蠻像的耶 對我來說 我覺得 嘿 嘿 是我在接收訊息 比方說你跟我講一個故事 你跟我講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 嗯 嗯 但我也可以說 嘿嘿 齁齁齁齁齁齁 對啊 就一個很自然的習慣 特別 你會覺得 爸爸媽媽他們那一代的 比較常說嗎 對 還蠻常的 我朋友的媽媽很喜歡 跟我說 嘿嘿 我覺得有時候是 可能對方沒有講話吧 然後 他自己要幫自己接話 就是說 嘿 是這樣齁 嘿 嗯 就會這樣講話 對 接住空白的話 然後就會這樣講話 可以填自己的空白 對 然後 或是填 填這個 對話的空白 對 我覺得有一點 嘿 嘿 嗯 齁 對 對 還蠻好玩的 對阿 這邊真的很特別 所以我覺得 當一個學生問我這個問題的時候 应该就代表他对台湾的文化有一定程度的认识 对,真的很厉害 你的香港朋友他们有发现这一点吗? 没有 有 我有一两个会比较少的 他会觉得说 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加 这个字 是什么意思啊 对,然后他们会 看一下这个 我觉得那个视频太无聊了 有没有超级美的感觉 我今天不用教家教 然后呢 今天早上的第一个行程就是我要先去做脸 因为我从美国回来台湾之后 那个气候我真的没有办法适应 那个皮肤啊 就狂张粉刺跟痘痘 我想说可以去给人家处理一下 而且超爆油 就是我洗完脸 然后可能 OK 可能日常就是 不太会开口的 那么长时间 或者不太清楚的 OK 然后我希望他会讲 中文 我不太确定 他 那今天介绍的这三个成语 是我平常跟我朋友聊天 或是在日常生活中 真的常常诱到的成语 我知道很多课本都会教 马马虎虎 人山人海 像这两个成语 我们平常真的不会说 为什么要用成语呢 为什么要用成语 哈啰 大家好 我们是 EZ 台湾ese Mandarin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Ama 今天是台湾的国庆日 我们有四天廉假 所以今天我们来到台中 想要听听台湾人 对英文名字有什么看法 顺便看看 在台中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 走吧 你英文名字叫什么 Diego Diego Cloy Edward Peter Sasha Ryan Ori 我叫Eric 这英文名字是怎么来的 从小我爸妈就帮我这样取 他来源我也不知道 之前一直看那个卡通 我是因为 国小的时候那个老师帮我取的 就是 我是因为 我的第一个英文老师帮我取的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幼稚园而已 所以其实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因为我本身中文姓氏是S开头的 就是 所以我就想找一个S开头的英文名字 叫好记这样 然后 有一个YouTuber叫Sereen 我不乱你们知不知道 对 我还蛮喜欢他的 所以我就叫Sereen 而且他的真正的在英文名字里面 他在英文里面算是 是一个形容词 然后是算比较 有点像平静啊 然后 Peace的意思 然后就觉得蛮不合格性的 因为我爸爸叫Rick 那我爸爸希望我多爱他一点 所以叫艾瑞克这样 Eric 那时候要出社会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是电子业 然后所以会觉得需要一个适合自己的英文名字 那以前的英文名字都是 就是参加英文班的时候 老师给的嘛 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叫起来也很别扭 然后就觉得选了一个适合自己的 就国小的会去补习班 然后老师就会直接帮你取好 就用抽牌的这样 抽牌的吗 对 就用抽一个带子 然后你随便抽 然后你就可以 学你的英文名字是哪一个这样 那你之前有叫过什么英文名字 小时候叫Jenny I'm Jenny Hi 那你为什么不喜欢这个英文名字 我的个性就不是Jenny的个性 Jenny的感觉好像比较乖乖的 然后那一种的女生 所以不是 我不是乖乖的女生 以前的英文叫Maria 可是就常常被朋友笑说 是做那个劳工啊还是什么的 所以后来就自己在上网找 找很久然后才改名 因为那时候老师取另外一个名字 太难念了 所以最后他帮我改简单英文 小学叫Kitty Kitty 对 国家叫Tina 那你都不喜欢 不喜欢 中间有想要换过英文名字 OK 可以啦